Hello大家好 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再来讲 宾思体验 我们以前讲过两个宾思体验的案例 一个影片叫天堂证明 一个叫一切的答案 其实除了这两个案例 全世界范围里有大量的宾思体验案例 很神奇的就是 这些宾思体验的内容都非常类似 大概就是进到一个黑的隧道里面 远处有一点亮光 越走越亮 等穿过这个亮光之后 就看到了花海或者草原 远处有一条河 估计就是明河 过了河之后就看到死去的亲人 还有就是所有经历宾思体验的人 都说在宾思体验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痛苦 没有难受的感觉 一直就是很舒服 也同样都会有这种灵魂出窍的经历 就在旁边看到自己 第三人生看到自己 那么这些共通的宾思体验 会在各国家的人身上出现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但是经历是非常类似的 古人的宾思体验估计也是这样 因为什么明河 什么孟婆 不就是古人传起来吗 现在人也看到类似的场景 就说明 这跟时间也没关系 跟时间也没关系 一直以来人类的宾思体验 大概都是这样的 今天找到两个非常特别的 介绍给大家 第一个案例是一个住在东京的男性 今年58岁 他在18岁的时候 也就是40年前 一度对生活感受绝望 于是决定自杀 自杀呢 对 所以他比较罕见 宾思体验本身就罕见 里边的自杀案例就更少了 他怎么自杀呢 就是他很喜欢骑机车 所以决定通过交通事故来自杀 就骑人摩托车 一下撞到一个卡车上撞死 他也就这么做了 撞不好吧 确实 不过他没死了 所以他才会有宾思体验嘛 他撞了之后啊 短暂时间是有意识的 他记得 他说自己被撞飞之后 浑震上下剧痛无比 在这个时候他就特别了后悔 说我怎么学 则这么个自杀方式 不过很快啊 他就失去意识了 后来他就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了 而他被送到医院这个过程 他是不记得的 他再一次有意识啊 就是自己正在被抢救的时候 他一开始是完全不理解当时的状况了 也不知道自己在医院 就看到自己在一个屋子里边 很多人走来走去 在抢救他 有很多仪器 还在这响 后来他反应过来 然后他显得 啊对 我刚才自杀了 这个应该是医院 他当时看到自己啊 是以第三人成的角度看到自己 不是躺在那儿 看着天鹏和医生 而是站在手术台的旁边 看着医生抢救自己 他后来发现啊 他的这个视角可以自由切换 就一开始 他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站在旁边看着自己被抢救 然后视角一换呢 就到了天鹏 就从上往下俯瞰自己被抢救 他的这个视角切换不是移动 是顺移 就有点像看电影的时候 多机位的镜头切换一样 他就这样看很长视线啊 他反应过来 我应该是死了 这个呢 有可能就是 人们常说的灵魂出窍吧 他当时这么想 而且他清楚地记得 他当时在手术台的状态非常地不好 胳膊腿肋骨全都断了 然后一边头骨都碎了 但是很奇怪 他自己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 他都没在身体里面 对 但是他的这种存在感是切实有的 而他觉得自己的意识是切实存在的 而且非常清晰啊 后来他通过意识切换 切换到了手术室外面 手术室外面有一个长沙发 然后他就坐在这个沙发上 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突然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所有走来走去的人都看不见他 不论他在病房里也在病房外 还是在走廊上 甚至站在医生护士面前 都没有人注意到他 那他有没有照着镜子呀 没有 他能看到自己的手吗 能 他能看到自己的手 自己的身体 他能穿着衣服吗 穿着 那是当天的衣服吗 对对 正常衣服 干干净净 没有断了 他说他还向别人挥手 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 看看别人能不能看到他 事实证明没有人能够看到他 他能穿过别人身体吗 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就是他去任何地方都不是走的 都是视角切换嘛 他就切换到别人面前 他发现那些人都是无意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穿过了他的身体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 他就会躲过你 每当挡在前面 他就拐过去到那边去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不会穿过他 但是就是有意无意的这些人就走过去了 甚至他不在那个沙发上坐了一天吗 那个沙发上经常还有别人来坐 但是都没有人坐在他的身上 我们家沙发会不会时常坐这人 因为都没有人坐 是啊 莫名其妙就没有人坐 现在大家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坐在前面 因为坐满了人 就是说谁坐在那你是看不见了 你也感觉不到 但是你的身体知道 所以你就不会坐在那或者不会往那个地方走 你的守护灵可能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守护你 比如说你往前走很危险 他就倒在你前面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走过去 就不会有危险 守护天使就是干这个 他说他以前听说人死了之后 就要去死后的世界 会有个天使或者一个黑白乌肠 或者牛头马面来接你 甚至他想会不会有死去的亲人来接你 但是他在那等了好几天 什么都没有出现 那个电视剧里不是演他们是有半径的吗 对对对 不能离开他身体 因为他还没有死 还没有死 渐渐他就开始着急了 因为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这种孤独感 让他非常恐惧 而事实上这个人抢救了足足一周 他可以离开医院吗 他可不可以他都没事 也没有去看看家里的人 对 他就在医院里等了一周 不吃不喝 对 他说没有饿的感觉 一个礼拜也没有饿的感觉 他当时情况是非常危急 因为到了医院 他幼脑撞在卡车上了 直接碎了 直接就出于这脑死状态 就是医生说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 没想到他一个礼拜照醒了 更神奇的是 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他现在幼脑里边都有很大的空洞 只是没有留下后遗症 属于医学上的奇迹 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离开他的身体太远 有可能 有的人很着急就去找亲人了 对一旦走远了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魂魄回不来了 大家记住一定不要离自己太远 对对对 随时准备回去 那么他醒了之后也渐渐康复了 直到今天没有再尝试自杀过 18岁怎么会想 对 他为什么想自杀 而且他又不是抑郁症什么的 他从小体弱多病 周围的人都欺负他 直到他17 18岁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到了摩托车 而且发现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就开始每天起摩托车 不干活 他的父母就天天催着说 你应该出去工作了 应该出去工作了 他不想工作 后来时间长了之后 就特别的抑郁 最终决定自杀 就这样一个过程 就因为不想工作 对 就是他的人生啊 从小到大没有什么好事情 就因为身体不好 不过这个人啊 宾思体验 活过来之后 变成一个特别强的人 那也很好 只有再也没有自杀过了 他说那段时间就在医院的一周啊 让他感觉到一种类似像无间地狱一样的动物 就是说这种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 没有人看得见他 这个世界就像他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 究竟要吃了多久他不知道 也没有人领他去投胎啊 也没有人领他去天堂啊 去地狱哪都没有 就在一个像虚无的世界里存在一样 这种痛苦啊 让他觉得原先世界挺好 他觉得有活着的感觉正好 所以就没有在自杀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主观感受 是的 同样的事情换一个方法 对 你要见过底线了 你就会觉得现在挺好 其实日本电视台在1992年时候 对61个宾思体验的人啊 进行了问卷调查 发现啊 借人80%在经历过死亡这种体验之后啊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弱 就好像误出了点什么似 然后变得非常的世人 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再减少 对很多事情呢 也不再斤斤计较 甚至有些人啊 产生一种使命感 就是死神没收我 肯定是希望我在这个世界干点什么 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而这种想法往往是非常积极的 就是经历过大病的人啊 他就会特别注重健康 就这个道理 你经历过自死了 你会明白啊 现在活着 每个事情都算很有意义的 他这个案例是在1982年啊 其实在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内啊 像这种宾思体验的案例啊 以下出了一大堆 美国的日本人都有 这是个bug吗 这不是个bug 后来被修复了 其实这不是个bug 有些人说啊 就是说那个时候 可能有这个宾思体验风潮 很多人就瞎编自己说 有宾思体验 为了博焰球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有可能是我们这个 虚拟世界的bug呀 也有可能 但其实啊 后来说什么原因 就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医疗突飞猛进的发展 有很多以前就不活的 就活了 所以就出来了很多宾思体验的人 哦 那现在应该更多呀 对 只会越来越多 真正宾思体验的研究 就是在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的开始 一直到现在 哦 现在也是多了 对 而真正把宾思体验带火的 就是让全球风靡的 不是搞宗教的人 是搞科学的人 他们老想用科学来解释这个事情 搞宗教的人啊 不会炒作这个事情 因为宾思体验的宗教的人 看来是不是正常 对 你没有宾思体验 反倒很奇怪 哦 你知道以前人怎么研究宾思体验吗 听起来很可怕 尤其是僧侣啊 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他们就要研究死后的时间 他们怎么研究啊 就是老和尚要死的时候 看他快不行了 就把他摇醒 问他 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摇醒了 他说出点什么 就赶紧记起来 然后代代相传 作为以后研究之用 佛教是这样的一件 真的能摇醒吗 摇不醒了就没有办法 所以老和尚临死的时候 都是很惨的 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人生中最后一份工作 修行 对 不自像大家想着老和尚 坐着啊 便机了 就完事 不是这样的 每一个园记的老和尚 都非常的重要 都是研究死后世界的重要材料 可信度很高啊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吗 就是有一本古书啊 就讲到死后世界 积累了很多年 日本书 这个书呢 里边就提到这个问题了 就说以前僧女士 怎么把这个事情 记住下来代代相传 这个书以后我们会专门讲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 第二个宾死体验的例子啊 这个呢 也是发生在日本的一个案例 近些年发生 是一个普通人案例 只知道是女性 多大年龄不知道啊 她呢 是病情恶化 进入了宾死状态 她说啊 她也看到了花海 看到了一条河 但是和其他人不一样 她看到了好多人 在排队 排一条老长的队啊 就像要抢购点什么东西的人 然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跟着一起排队 这队里边有老少男女 什么样的人都有 她排着排着都觉得很奇怪 看到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张纸 突然发现自己手里也有张纸 上面有个像二维码一样东西 这么贤劲 对 然后她就往前往 她就看前面啊 有个房子 这些人排队 其实进到一个小房子里边去 她就走到前面去 看看那个房子的干啥 好奇 一看那个房子就像一个便利店一样的 一个一个往里进 进去之后啊 就到那个结账的地方 就把手里的纸给这个店员 这店员收过来之后 拿个东西一扫 呗 说你有多少的点 这个人就过去了 再下一个就是接 呗一扫 你有多少的点 每个人的点数不一样 她就纳闷人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什么点啊 积德点 差不多 她回来就问周围的人说 这是个什么东西 周围人就告诉了 这个就是死后的点 你就死后的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要用这个来生活 你这个点越高啊 在那个世界你就越富有 你这点越低的话就越不行 最低可能是零点 有一个人可能几千点几万点 他们可以交流 可以交流 只是很奇怪了 就是大家都不说话 在那排着队 有一点恐怖 有一点恐怖的感觉 电视里都演过了 喝孟婆糖 过来喝桥的时候 大家都不说话 然后她就想 那肯定是在活着的时候 做了好事多的话 这点儿肯定就多了 嗯 做了坏事多的话 你就给她扣点儿 甚至给她是负的 完整人告诉了 不不不 不是这么酸的 什么是好事 什么是坏事 在不同时代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啊 以前骁勇善战 一听就很厉害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说我能打好战 那肯定不是好事啊 再比如说你在古代 娶三四个老婆 其实是对社会做问题 对不对 你可以生更多的孩子 让这个国家快速发展 但是在现在也就不行了 简直一夫一妻啊 嗯 他们也在变呢 对 这个标准啊 在任何时代不一样 在任何国家可能都不一样 哦 就比如说咱们吃猪肉 在不吃猪肉的一些民族和国家来看的话 这就是坏事 你不能做这种坏事 对啊 我们吃了就很正常 其实好事坏事的标准是人自己定的 这不是上天来判断 你到下个世界的点出了多少的标准 那什么是标准的 哎 平凡标准是 你有多少新的体验是平凡标准的 哎 那不是跟那个大圣灵是一样的吗 哎呀 没错 其实和我们也讲的这个海奥华语言也好 欧米娜语言 是有联系的 就是你活着的时候 有过多少新的经验 新的体验 每当你有一种新的生活体验 做了一件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学习了一个新知识 去了一个新地方 吃过一个从来没吃过的东西 看了一个新故事 看了一个新故事 对吧 你看了一个新故事 只要你有这样新的体验的话 你的经验值就会大转一下 嗯 一切砸很多了点 让我们二百多个片都看的话 那你回来 哈哈哈哈 反倒是如果你每天什么都不干啊 做这一些很积极的重复的事情的话 你的经验值就不怎么找 啊 就是说感觉做机械的事情 不是说你没做事情 只是那个点长的速度比较慢 你做一些新的事情 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对你来说是有一定刺激的事情的话 它的点长就比较快 好 那这个机制是为了我们还是为了谁啊 不就是为了大圣灵吗 我们在海奥华预言里边说了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灵魂碎片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感受这个世界 然后最后的死的时候回归大圣灵 把我们这一辈子的感受传输给大圣灵 所以每一个灵魂碎片 能够收集到更多的数据 更多的信息是重要的 你如果在这一辈子体验了更多的话 你就经验就更多嘛 就把这个经验值带回给大圣灵的话 它就相应的会给你赢了奖励 这个奖励就是你下一次 到下个世界里边出生所带有的财富 大家肯定有这个疑问 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 为什么有的人出生在有钱人家里 我们出生在没钱人家里 穷人家里 就是我们上一辈子经验值不一样 经验值高了人被奖励了 所以让他出生在有钱人家里 这样的话他在下一辈子 又可以用这些钱体验更多的事情 带回去更多的经验值 也不会啊 那就没有办法 下辈子就只花钱没干别的 对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情的话 那他可能下下辈子就要去当穷人 他这个奖励机制是很合理的 就是奖励那些收集更多信息的 就给你换成钱 让你下辈子过得爽 有这些钱你可以体验更多的东西 更多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毕竟有一些经验 真的是可能只有有一定的钱 才能体验得到 是吧 有一定的财富才能体验到 所以形成这样良性的奖励机制 但是立起这辈子已经体验了很多了 对 立起真的体验了很多 下辈子可能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狗 出生在一个非常有钱人家里头 下辈子可能就变成人类 有可能 而且他在宾思体验的时候 那个人告诉他 就是说这个新的体验 不一定非得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你一直吃米的 偶尔有一天吃了面包 这也算新的体验 那美食探店呢 去这家店 对 这都是新的体验 大圣灵需要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 所以你在有生之年 能够帮他收集到越多的情报越好 他就越丰富嘛 是吧 他最终就能升级了 他目的可能是升级 他还要升级 大圣灵有几个你都不知道 我们可能都不归一个大圣灵过 也有可能 你回到你的大圣灵 回到我的大圣灵 也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你去旅游嘛 每到一个新的国家 新的城市 遇到新的人 你都会经验制大圣 是吧 这都是新的体验 去结识新的人也算 也算 所以喜欢冒险 喜欢旅游 喜欢科技发明 喜欢挑战一些新事物的人呢 死后的点数一定会很高 然后呢 他们到下个世界呢 就是一些大富豪了 说一句就是大富豪 对 就出生这些大富豪的家庭 那家道中落是怎么回事 家道中落啊 没有办法 就是你出生的点数 是由你这个死后的点数来决定的 但是你在这个世界怎么活 是你自己来决定的 给你这个很好的基础 你不保护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也合理 对啊 反过来没钱的人 也不一定完全没有机会 对 他体验的那些事情 可能别人还没体验到 没错 大家都有机会 像你这种特别人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估计啊 下辈子首富 哈哈哈哈 哪有成首富 你们部落的首富 哈哈哈哈 当然啊 对于一些不相信什么大圣灵 或者这些很虚无缥缈的东西 人也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世界啊 其实就是个虚拟的世界 完善这个虚拟世界 啊 怎么了 你吓到我说我 不落的首富 不落的首富不好呢 哈哈哈哈 当然您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 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而我们每一个人呢 其实就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小程序 我们的工作啊 就是收集数据 就是说这个虚拟世界要不断的完善的话 它需要以大数据为基础的 大数据从哪来 就从里面每一个小程序来 不断的反馈吧 对于收集了更多数据的小程序的话 就会有一个奖励的机制 而且现代人也是比古人更容易收集信息 对 所以我们一代一代下去的话 会越来越浮越来越浮越来越浮 整体就是这样 掌握有更多财富的人呢 就会创造出更多新的东西来 这都是一个良性循环了 而且这个机制啊 也能解释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每辈子啊 这个记忆都会被消除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记忆力有限 所以我们把这个信息传回给大胜利之后 要格式化一下 清除掉以前的记忆 然后呢 收集新的信息 而另一方面呢 就是如果我们不消除记忆的话 就算是我们这个容量是足够的 我们有可能因为信息太多了 就对一些新的事物没有兴趣了 产生这种惰性 就是我足够了 我就很享受了 很满足了 而记忆完全格清之后 所有人出生的时候 就对这个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全新的 一无所知这么一个个体 他就可以重新地体验这个生活 不会受到以前记忆 或者以前那些想法的这种局限性 那大胜利会需要这么多一样的信息吗 其实也不说完全一样 就像我们用iPhone扫脸嘛 不是转圈嘛 转好几圈 才能把这个东西完善嘛 虽然都是智商脸子的转 要不断地完善 对 要从各个角度 各个细节都要完善它 是一个非常艰苦的 大胜利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 没有嘴 什么都看不见 他就靠这些灵魂的碎片 最后收集到一起 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 或者说这个AI 统治这个世界 创造这个世界的程序也好 这个系统也好 就靠这些感知系统 一点点把这个数据收集回来 把它完善起来 他才能彻底制造这个世界 模拟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这个宾思琴 解开了世界的一个谜团 也解开了很多人的疑问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来享乐呀 对 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 说收集信息感觉很痛苦 其实就是来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 就不一定全是好的体验吧 对 可能不都是好的体验 只是大家不要犯罪 要犯罪的话 关进去的话 你就没有机会体验新的生活 因为进去之后 就变成恶性循环 对啊 你收集的点越来越少 因此大家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把自己囚禁在一个小的世界里 要尽可能的乐观主动的去享受 我们的新的生活 新的体验 而且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你不会寄希望于死后的世界 它会让你更多的关注你现在的生活 那这是什么叫我 以后我信这个 不不 这不是 这是宾思体验 这个人宾思体验完了之后 也没感觉到那么多 他就觉得 原来我应该做更多 以前没做的事情仅此而已 但是我们结合了以前 我们讲过的什么 海洋华预言 欧米娜预言 再结合一些我们其他讲的事情 中国在一起看的话 似乎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基本逻辑 确实挺合理的 是 而且你就算这样做了 对自己没有什么损失 只有好的 对对对 积极的 对啊 你想啊 你这辈子体验了各种各样的生活 你死的时候 一旦这个跟点没关系 你也不就会太后悔了 而且不管你以前怎么样 从现在开始就可以 只要你接下来人生足够长 你体验足够多 你下回一定是大富豪 而且这一辈子一定很精彩 那我原来说一天最多给自己安排两件事情 就太少了 你看你想要多少点 哈哈哈哈 所以我估计啊 下辈子我们的观众都是大富豪 哈哈哈哈 因为每周三都有收看我们的影片 对 每周三你的经验就轰一下就张 哈哈哈哈 会员有特别加点 没错 哈哈哈哈 但是大家看别人的影片也是会加点 没错 但是我们的点就加杠杆 对 哈哈哈 四百倍杠杆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